一首广府小调 彩云追悦 勾起多少往事回忆 虽然网络流传 十九路军唱着这首军歌 北上松户抗日 阅军百万出 归时三千人 但是我找了好久 都无法找到相关资料 来佐证十九路军与此歌的关系 大概是很多人把松户抗战 和松户会战搞混淆了 不过 十九路军上海抗日的历史 却是真的 军长蔡廷凯的这段豪言壮语 也是真的 如果不能制裁这个日本 全世界永不能和平 请我们全国同胞 所以日本这样 总是侵略 如果不行 我们十九路军 中院士 这三策 也要请我们全国同胞 沦合一之旅 今天 就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1932年的那场松户抗战 在中国近代史上 1931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 这一年 不仅爆发了九一八事变 还发生了恐怖的江淮大水灾 1931年6至9月 珠江 长江 淮河 黄河流域 相继爆发特大洪水 水灾波及八省 受灾农田1.58亿亩 受灾人口五千多万 据说 是有记录以来 死亡人数最多的自然灾害 以湖北为例 大武汉被洪水泡了一个月 从武汉到洞庭湖之间 一片泽国 仅有少数山头露出水面 面对如此严重的水灾 国民政府 以免积极组织救灾工作 以免向国际社会呼吁 请求援助 救灾需要钱 南京政府有钱吗 那是肯定没有啊 众所周知 南京国民政府的运气比较倍 从成立之初 天灾人火不断 人火就不说了 单说特大自然灾害 1928年至1929年 华北西北爆发特大干旱 受灾人口达五千万 1931年江淮大水灾 1934年 南中国十余省大汉 土豪如美国 都经不起这么高 和谈贫弱的中国 1930年 国民政府财政赤字 已经达到了 两万一千六万六十万元 就快破产了 为了震灾 南京政府使出浑身邪数 国际上 找美国奢购粮食 呼吁各国政府和红石资汇援助 国内发行赈灾公宅 呼吁社会募捐 调运粮食等等 举国危难关头 杜月笙 黄金融 张孝林等大亨 也加入进来 利用自己的人脉和影响力 为筹款积极奔走 据说三位大佬 还登台一眼赈灾 当然 国民政府也没有忘记东北 东北是大粮仓 受水灾影响较小 有负于粮食 然而 就在国民政府 要求张学良支援粮食的时候 918事变爆发 918事变后 国际形势对日本很不利 国联派出代表团 赴中国东北进行调查 美国也要求日本尊重九国公约 立即从东北撤军 为了转移国际视线 掩护维满洲国建立 日本决定在中国搞一件大事情 进攻上海 上海是远东第一大城市 列强势力盘根错节 一旦上海爆发战事 国际社会的眼球都会被吸引过来 到时候就没人关注东北了 听说要进攻上海 日本海军欣喜若狂 上海滨海 适合军舰和航空母舰发挥威力 而且海军陆战队也可以登陆作战 日本陆海军长期不合 有时候甚至相互拆台 918事变 陆军一举拿下了东北 功劳大大低优 海军虽然号称世界第三 却没什么贡献 活得比较憋屈 既然已经决定在上海动手 所缺的只是一个开战借口 于是 川岛方子奉土匪原贤二之命来到上海 其任务是会和日本驻上海公使馆助理武官 兼特务机关长田中龙吉 策划一个开战借口 两人最初的想法是收买中国刺客 刺杀海军第一前外舰队司令 严则姓一少将 以此把海军卷进战争 考虑到暴露风险和刺杀成本 这一想法最终被否决 于是 川岛方子开动脑筋 决定利用宗教情感 策划一起不同以往的事变 1932年1月18日下午 两名日本日联宗僧人天气起升 水上绣雄和三名信徒 实际上是浪人来到三有实业社门口 向里面扔石头挑衅 三有实业社是上海著名企业 抗日热情很高涨 工人们还组织了义勇军 每天军训 喊抗日工人口号 因此 日本人认为三有实业社是排日根据地 对其恨之入骨 正在操练的工人 看到有人扔石头 出来与之理论 此时围观人群中突然冲出 一群工人打扮的人 一边高喊抗日口号 一边狂殴日本人 结果 一名日本人重伤 一名日僧死亡 赶来现场的警察 没有抓到凶手 当晚 日本僧人被打死的消息 就传到了日本侨民耳中 一时间群情激愤 十九日 数千日本侨民在鸿口集会 要求中国政府道歉 成兄 赔偿 二日凌晨 日本青年同志会六十余人 携带武器 潜入三有实业社 纵火焚烧厂房 并与工人发生泄斗 其间 日本人打死利民 前来制止的中国警察 重伤另外两名警察 二日当天 上千日本侨民 上街击轨游行 要求日本海军部战队 出面保护侨民 之后他们沿途 打砸中国人的店铺 制造更大骚乱 面对日本人挑衅 被击募的中国人 也针锋相对 组织了更大规模的 抗日游行 眼见火候一到 二十一日 日本住户总领事 村井苍松 向上海市长吴铁城 提出了四项要求 分别是 上海市长公开道歉 逮捕和惩处作案者 赔偿受害者损失 取缔和解散 上海一切反日组织 吴铁城表示 前三项可以接受 第四项需要请示领导 领导是谁呢 以行政院长 孙科为首的 乐系南京政府 1931年12月15日 蒋介石因为内忧 乐系压力 外患 九一八事变 而被迫下野 孙科上台阻隔 乐系主政之后 把乐军大佬陈明书 调到南京 出任金户卫 数区司令 陈明书为了镇场子 把乐方嫡系第十九陆军 调到了金户一带 十九陆军的前身 使国民革命军第四军 使北伐战争的主力 被誉为铁军 十九陆军先后参加过 北伐战争 中原大战 围剿红军等一系列战役 中原大战后 番号改为第十九陆军 旗舰一直被当成主力使用 是当时战力最强悍的 中国军队之一 孙科内阁上台后 雄心勃勃 采取了对日强硬政策 准备和日本大干一场 然而 激情是靠不住的 没实力 一切都是扯淡 举个例子 经过江淮大水灾后 国库空虚 连政府官员的工资和军队工资 都发不出了 拿什么打日本 1月22日 停泊在外海的日本军舰 开进黄浦江 威胁封锁上海港 不久 从本土调来的大警号巡洋舰 四艘驱逐舰 以及能登旅号水上飞机母舰 也开到了上海 一时间战争阴云笼罩了整个上海 孙科无力收拾复杂的局面 不得不请蒋介石出山 22日 蒋介石和汪精伟携手进京 商量对策 鉴于国家内乱不已 财政拮据 军令政令不统一 无力与日本全面开战 国民政府决定暂时忍让 尽量避免冲突 同意接受前三项 第四项只解散上海抗日救国会 不同意解散上海其他抗日组织 为了避免擦枪走火 国民政府还计划 将抗日情绪比较强烈的第十九路军 撤出上海调往华北抵抗日军 中日交涉期间 川岛方子继续火上浇油 只是特工放火焚烧 日本驻华公使崇光魁的住宅 污蔑是中国人所为 27日 村井向上海当局发出最后通牒 现28日18时以前 同意全部四项要求 否则发飙 28日下午 日本海军西张号巡洋舰 连同12艘驱逐舰抵达上海 此时 国民政府对战争情况产生了误判 以为日军将占领南京 控制长江流域 中日有可能会爆发全面战争 根本没料到日军只想打一场局部战争 扎火一下转移国际注意力 基于以上判断 又看了看家底 国民政府决定认怂 1月28日 上海市府秘书长于洪军 奉命接受了日本的四项条件 第19路军也将在29日撤出上海 防止日军借口冲突 中国方面的示弱 给日本人出了一个难题 打吧 不仅理亏还会前功尽弃 不打吧 作战命令已经下了 舰在弦上 不得不发 不管了 狗鸡跳墙吧 1月28日23时30分 日本海军第一前外舰队司令 严则信一 突然要求中国军队 在1月28日之前撤出渣北地区 十分钟后 还没等中国方面反应过来 日军以装甲车为前导 向渣北地区发动了进攻 19路军奉命反击 128事变爆发 128事变爆发时 日本海军在上海 已经集结了24艘军舰 40余架飞机 已现800多名海军陆战队员 同时还武装了三四千侨民 其中有很多退伍军人 另外 日军加和号 凤翔号航空母舰 连同内科号 有梁号和阿武威号三艘巡洋舰 及四艘水雷舰 正向上海赶来 中国方面 19路军共有3.3万人 分为三个师 第60师 驻访苏州 长州一县 第61师 驻访南京 镇江一县 第78师 驻访上海 吴松昆山 家定一县 也就是说 此时中国方面在上海 最多只有一个78师 连同刚刚来接访的一个宪兵团 除了少量迫击炮之外 他们基本没有重武器 日军人数虽少 但火力N倍于中国军队 严则性已叫嚣 日本海军四个小时 即可全歼上海中国军队 毫无疑问 这又是一场血肉与钢铁的较量 29日天亮之后 日军的进攻极其猛烈 能登旅号上的舰载机 对中国军队的阵地和首都南京实施轰炸 异常猖狂 日军火炮和装甲车也开到最大火力 掩护步兵进攻 中国军队以城市建筑为依托 与日军展开了惨烈的巷战 为了对付凶猛的日军装甲车 中国军队不得不组织甘子队 以极数手榴弹与之拼命 由于财政拮据 19陆军已经被拖欠了八个月军费 部队物资供应严重不足 一月底的上海 天寒地冻 19陆军将士几乎没有免医 只能身着单一 在酷寒中与日军搏斗 武器装备方面连最基本的手榴弹都供应不上 不过 此时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已经觉醒 不再是当年做看清军与英军打仗的吃瓜群众 战争打响后 上海的广播电台全天滚动报道前线战事 将19陆军艰苦抗战的情形报道了出来 得知19陆军困难的消息后 听众纷纷捐款捐物 上海市民甚至还组织起来 赶制土制手榴弹运到前线 海外华人华侨也组织募捐 支援19陆军 凭借着顽强的战斗意志和民众的大力支持 当天晚上 中国军队不仅打退了日军的进攻 还收复了被日军占领的地方 甚至一度攻占了日军上海陆战队司令部 吃了瘪的日军不得不接受美国的调停 同意停战 暗中等待国内派兵支援 日本一心找茬 国民政府放弃了妥协的立场 29日 国民政府发表了 对宗护士便宣言 决定抗日 为了应对下一轮更猛烈的进攻 蒋介石击调19陆军的另外两个师 六十师 六十一师开赴上海 支援前线 又将精锐的德谢师 八十七师 八十八师调往南京 苏州 准备随时支援第十九陆军 同时调上官云象的第四十七师 进驻南京浦口 防范日军进攻南京 三十日 国民政府召开紧急会议 会议决定 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指挥全国抗战 为了避免日军速将而上 威胁首都 会议决定 迁都洛阳 何应亲留守南京 二月一日 蒋介石在徐州召开军事会议 讨论对日作战方略 决定进行全国总动员 划分防卫区 积极备战 二月二日 日军援兵到位 援兵包括之前所说的航母和巡洋舰 以及七千余名陆战队 三日 日军破坏停火协议 再次向闸北进攻 被守军击退 日本增排第三舰队和陆军九流米混成旅团 援护 由第三舰队司令野村吉三郎 接替严则指挥 三月七日 野村吉三郎 命令九流米旅团 进攻吴松 陆战队进攻江湾 日军的进攻 得到了航母舰载机 舰炮 火炮 坦克 装甲车 海陆空三位一体的掩护 十九路军则利用吴松耀塞坚固的防御攻势 和温藻邦水网地带顽强抵抗 吴松耀塞恶守长江入海口 有坚固的混凝土防御攻势 配有德制克鲁伯岸防炮和英制阿姆斯特朗120毫米苏射炮 具有很高的攻防能力 战斗期间击沉击伤了数艘日军舰制 温藻邦位于上海北部 是一片沼泽水网地带 特殊的地形限制了日军重武器的机动性 大大削弱了日军的突击能力 最终 九流米旅团在吴松耀塞下吃了瘪 海军陆战队始终无法逾越运造邦 部分偷渡过来的日军也很快被中国军队消灭 日军不得不退回租界 继续接受英 美等国调停 以待援兵 海军的表现令日本很受伤 还是需要派陆军来 海军指配当主攻 2月14日 陆军第九师团抵达上海 相应的 上海战士的指挥权 也转移到了陆军方面 指挥官为第九师团长直挺迁计 日本利用国际调停调兵潜将的时候 中国方面也在利用调停 排兵不振 2月14日 张志忠奉蒋介士之命 率领第五军赶赴上海 接防左翼防线 第十九陆军全力防守右翼防线 为了防止指挥不力 蒋介士要求张志忠 绝对服从第十九陆军指挥 第五军下辖第八十七 第八十八师 及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 八十七师和八十八师 是由蒋介士的警卫师发展而来 士兵都是千挑万选的精英 全部德式装备 又经过德国军事顾问的系统性训练 战力强大 中央教导总队编组于1931年1月 严格说它不是一支作战部队 而是由德国顾问建立的一支样板部队和试验部队 主要用来验证以德军理念组建的中国新式陆军事的效果 教导总队是国军精锐中的精锐 士兵军官全部由军队中最优秀的精英组成德式装备 包括德式装甲车火炮摩托车等等 最初编制为一个团 值得一提的是 宋子文麾下的睡井总团也以八十七师独立旅的番号参加了战斗 睡井总团是宋子文在当财政部长时 建立的一支私人武装 是一支非正规的精锐部队 全部美械装备拥有两栖战车 防空机炮轻型坦克等 至此 国民政府几乎把看家的精锐都压上了 2月20日 直田千吉采取中央突破 两翼卷机的战法 以第九师猛攻江湾妙刑结合部 计划北宇九流米旅 围攻吴松 南宇陆战队河北闸北 第五军的参战 让直田千吉的进攻频频受挫 日军苦战一周 始终无法打开局面 在此期间 十九路军派杆子队潜水偷袭日军军舰 炸上了日本海军第三舰队旗舰出云号 日本举国震惊 日本参谋本部对直田千吉的表现非常不满 为了扳回面子 参谋本部决定派遣第十一 第十四师团支援上海 同时任命白川义则为上海派遣军司令 统一上海指挥战士 三次换帅之后 日军在上海的兵力增至近八万人 军舰八十艘 飞机三百家 第十九路军与第五军经过长期血战之后 军队简缘较大 只剩五万人左右 为此 蒋介石急忙四处调兵支援松户 2月21日至2月23日 蒋介石先后调 为立皇部第十师 第八十三师 胡宗南部第一师 蒋顶文部第九师 兴野兼城增援护战 同时命陈城第十八军 击腿红军对干州的进攻后 迅速增援上海 中国军队虽然是本土作战 但是调兵的速度 远远比不上跨国作战的日军 由于日军掌握制空权 中国铁路被炸毁 长江航运被封锁 很多部队只能依靠自己的双腿 步行几个省赶赴上海 相反 日军搭乘军舰和运兵船 不到两天就能实抵上海 当日军两个师团到达上海的时候 中国军队正挑着担子 赶着马车从河南 江西向上海走来 等到后来仗都打完了 中国军队还在路上 白川以则吸取之前 正面进攻失利的教训 采取彻翼突破 两面夹击的战法 在海军第三舰队的护送下 日军第十一师团 进入长江口 突袭刘河口 阳岭口 七亚口 中国军队这次没能够击退日军的进攻 侧 后方受到严重威胁 为了避免被日军合围 三月二日 中国军队权限 后撤到家定 太苍一线 三月三日下午 考虑到满洲国已经建立 主要战略目的已经达到 日本在英美等国的斡旋下 单方面宣布停火 民进收兵 此时 日军已经占领了 包括上海市区 华杰在内的整个嵩湖地区 嵩湖抗战 中国军队伤亡1.4万余人 其中阵亡 失踪4000多人 日军方面 据日军自己统计 伤亡3000多人 实际伤亡超过7000人 1932年5月5日 国民政府与日本在上海签订 中日上海停战 及日方撤军协定 简称嵩湖停战协定 这个协定被人诟病最多的是 中国军队不得进驻上海市区和北部郊区 由于损失了部分主权 所以很多人认为这个协定卖国 战场情况决定了谈判桌上的情况 当几乎整个嵩湖都被日军占领的情况下 想不付出代价 就让日军撤军 这根本不现实 平心而论 中国虽然暂时失去了在上海的驻军权 但是却保留了在上海的警察权 我们知道 军 警 有时候是可以相互转换的 而且除了北郊 中国军队也可以在上海其他外围驻军 以后的嵩湖会战 中国军队几乎没受这个协定的影响 从这个层面上可以看出 相比之前历次战争割地赔款的结果 嵩湖抗战可以说是晚清以来中国军队 打得较好的一次对外战争 嵩湖协定签订之后 日军除了留下2500名海军陆战队 和宪兵保护日租界之外 其他全部撤回国内 有意思的是 在4月29日 日本上海派遣军在虹口庆祝天皇生日 并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 在暗杀大王王雅桥的运作下 朝鲜爱国者尹凤吉向检阅台上扔一颗炸弹 检阅台上的日军领导无疑幸免 白川乙则被炸死 野村吉三郎被炸瞎一只眼 植田千吉何重光魁 被飞里条腿 村井苍松腐伤 明月究竟在哪封 白州至青藏 夜白楼红浪 月高公唱共四根响 我听妈妈说 朝鲜对地光 夜深藏已久了前方 我们的光州能有光复 情怀已久了前方 珍醉心相传不分愿解 同样永全中收手感动 不愿解